台中有一位小女孩她到夜市买了面包回家吃 结果一咬之后吓了一大跳 因为她吃到了蟑螂腿啊 真的当场觉得恶心 小女孩吓哭之外 也产生了一个拉肚子的一个症状 家长打电话去问这一家批发面包的公司 不过因为昨天是休假日 没有人回应 美味的面包咬下去 看到的是蟑螂腿 任谁吃了都会觉得相当恶心 这位住在枫园的小女孩 在夜市买了面包之后 回家玩电脑时 一口咬下去觉得硬硬的 仔细再一看 居然就是蟑螂腿夹在里面 她当场被吓哭还狂拉肚子 家长立刻将这个面包封存起来 并且打电话给这间专门供应夜市面包的厂商 不过电话一直站线 气得家长直说不敢再买夜市的面包了 不过这间知名的面包供应商表示 由于假日的关系 客服专线没人接听 他们将尽快地处理这个案件 不过毕竟蟑螂腿面包被消费者咬了下去 虽然家长强调不要赔偿 但是厂商的评管流程是否出现疏失 以及后续的处理问题都还需要检讨